滿滿桌子上全都是化妝品 乳霜 眼影 裙膏等應有盡有 擺得真正齊齊 這可不是商品特賣 而是貢桌 媽祖他今天是得到升天嘛 媽祖漂亮 然後我也漂亮 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 同時也是媽祖得到升天的日子 彰化入港天后宮 擺出與眾不同的花粉桌 高檔名品琳琅滿目 從一千到一萬多元的都有 一開放給民眾認捐 名牌貨馬上被秒殺 任領一空 因為民眾認為 媽祖用過的化妝品不只祝福 還可能效果更好 花粉的話總共有三十六樣 我們一年會有兩次 重陽節與媽祖得到同一天 十月十一日同時也是每年 只有五到七天的天色日 罕見的大吉日 陽氣超旺 正燃料爆棚 擁有全台最大尊玉皇大帝神像的 台中龍頸三陽玉府天宮 信眾們大香小香搶著拜拜 因為錯過了下次還要等三十六年 南投除山子南宮同樣人潮多 大家都把握最佳時間準備好自己的 手寫忏悔文物以及鮮花糕點等 祈求玉皇大帝射罪 射罪後就是補財運的好時機 財庫缺貨我們自己不知道 所以就要來問一下 尚人說我補不補財庫要幾文才有夠 秘密老師料代提到想要過運 可以吃豬腳象徵痞吉泰來 驅除霉運 給長輩們吃麵線 則能祈福健康長壽 而若是學生想考試順利 也可以吃煮熟的豬蹄 因為熟蹄 諧音熟蹄 有金榜提名的寓意 三十六年一次的好日子 人人都想求個好運 記得陳順維聲韋一下 黃千甫陳順綜合報道